这应该是狮子界最硬核的相亲模式 今天两头三岁多的亚成年雄狮 被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五花大榜带到了赞比亚平原 为的是解决当地的生态系统和刘瓦夫人长时间的估计 初来乍到的动物都会对外界陌生的环境保持着十足的警惕 伯特也不敢一开始就让两头雄狮与刘瓦夫人待在一块 使用铁网隔离 六只眼睛互相对望 它们将会有一周的时间来熟悉彼此的气味和叫声 这样在之后的接触中会更加的顺当 现在刘瓦夫人已经不是刘瓦平原唯一的狮子 它们或许会为当地整个平原的狮子物种带来新的希望 从这一天夜里起 狮女王刘瓦不再留宿于保护区的营地 她兴奋地看着两个新伙伴 雄狮会渐渐放松警惕 也是它们可以生活在一起的契机 可在第六天的清晨 当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来到铁网附近打算看一下状况的时候 令人不安的事情发生了 铁网被雄狮弄坏 它们逃离了这里 两头花费了极大力气运送过来的雄狮现在生死未卜 它们可能与刘瓦夫人打架 也可能跑出刘瓦平原被村民和盗猎者杀伤 这是这些为了狮子种群努力的人们最不想看到的事 经过了半小时的寻找 谢天谢地 公狮们没有跑远 它们在一棵大树下打起盹来 而我们的刘瓦女王则安静地躺在不远处的草地里 看情况 三头狮子已经互相接受了 这是再好不过的结果 之后的日子里它们亲密无间 宫狮兄弟去哪 刘瓦夫人会跟着一起 而刘瓦夫人起身走动 宫狮们也会伴随着它 显然 现在的刘瓦夫人和两头年轻宫狮已经完全融入一个团体 狮子是不甘寂寞的群聚动物 这样的感觉令它们心安 至此之后 孤独的女王刘瓦夫人终于摆脱了那些令人折磨的寂寥日子 她再也没有出现在营地当中 她此刻有了自己的世界 我如果是一头熊狮的话 我也会喜欢刘瓦夫人 因为她的狩猎技巧实在是太优秀了 数年里 刘瓦夫人很快乐 她依旧会自己单独地捕获到猎物 然后愉快地叫上两头熊狮兄弟分享 而两头熊狮也早就摆脱了稚嫩的样子 它们在刘瓦夫人源源不断地食物供给下面的微风林里 棕毛很是漂亮 在狮子的世界 此时虽然负责狩猎 不过最终的食物归属权是属于熊狮的 但这对熊狮兄弟没有丝毫去赶霸占食物的意思 三头狮子一起进食 一起玩耍 是个和谐的大家庭 不过令我们期待的另一件事并没有发生 在过去的三年里 刘瓦夫人始终没有诞生属于她的孩子 此刻的刘瓦夫人 已经13岁了 在普通狮群的瓷狮 13岁几乎就已经是丧狮斗志的垂朗年纪 而刘瓦看起来依旧很健康很强壮 但无法改变的是 她并不能生下幼崽 每头熊狮都会将留下血脉作为第一个想要实现的目标 这是他们数万年来的基因记忆 这种强烈的冲动可能让熊狮兄弟离开这片草原 而去企图找到其他的狮群 而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为了种群的繁育 他们再次由其他平原引进了两头年轻瓷狮 从而复兴刘瓦平原的狮子数量 与上一次一样 他们用铁网隔离住新来的两头小瓷狮 打算让他们熟悉一下彼此 刘瓦夫人第一时间闻到了陌生的同类气息 也是与他们隔往相望 夫人表现得很平静 两岁不到的瓷狮志气还尚未完全消失 一直以来都未完成做上母亲梦想的刘瓦 也许把他们当做孩子对待 这天熊狮兄弟也来到了铁网附近观察起来 刘瓦夫人看到熊狮兄弟过来 神情立刻变得有些紧张 在母性的感觉下 她也许担心狮王们会对两头小瓷狮出手 于是刘瓦先揍了成年熊狮一顿 这里诗王影是准备吐槽一下挨揍熊狮的对白 明明是我搁得走得比较近 你揍我干嘛 好在熊狮们并未产生太大的敌意 之后工作人员准备打开铁笼 先让刘瓦和他们互相熟悉 并且投喂了一些食物 经过几天的饥饿驱使 两头小瓷狮早就无法忍耐 他们冲过去准备与刘瓦一起吃饭 夫人则打算树立一下自己的威严 对两头小瓷狮简单教训了一下 不过善良的刘瓦并未阻止他们进食 这是女王该有的风范 经过接触 两头小瓷狮被投放到了平原 不过他们还没彻底融入市区 这需要时间 这天夜里瓷狮姐妹捕获到了什么 他们自顾自地享用起来 非洲二哥猎狗很不巧地发现了他们 两头年轻瓷狮的体型和猎狗相仿 他们可不是刘瓦 如果发生冲突 猎狮们会第一时间把他们撕碎 就在危机时刻 熊狮兄弟出现在了这里 猎狮们瞬间被狮王们击散 猎狮为何没有同熊狮兄弟在一起 或者是想他们英雄就美吧 熊狮兄弟解除了危机 瓷狮们与他俩还并不熟悉 兄弟俩也没过多纠缠而是离开了 后面令人唏嘘的事情再次发生 两头年轻瓷狮的一头被人类偷猎 另一头瓷狮则被吓坏 他跑出了很远 后期工作人员根据项圈的定位找到了他 并将他带回平原 本想让四头狮子继续融合在一起 然而偷猎的行径仍然没有终止 狮王兄弟中的一头也倒在了偷猎者的枪下 这边边坐着补救 这边却依旧进行着杀戮 人与人之间的品格也是不尽相同 好在最后的三头狮子在保护区工作人员的保护之下 并未继续这种状况 经过一段时间刘存下的狮王刘川峰 与小瓷狮卡丽诞下了两只健康的幼崽 刘瓦夫人很喜欢三个活泼可爱的小家伙 他应该算他们的祖母吧 在之后的日子里 狮群渐渐繁盛起来 渝存下来的熊狮早就成为当地的最强势王 在大家来拍摄记录的时候 刘瓦夫人深知自己的名气 看到记录员仍然会高兴地摆起造型供大家拍摄 而熊狮刘川峰和另一头瓷狮显得很害怕人类 毕竟他们深受其害 时间来到2017年8月 伟大的瓷狮刘瓦夫人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年龄17岁 当我们发现他的时候 周围没有人类活动的迹象 他应该是自然死亡的 刘瓦夫人用他一生的智慧坚韧 实力强大 书写了刘瓦平原整个狮子的篇章 一头从偷猎者枪下唯一幸存的瓷狮 他或许代表了那些动物保护者 代表了刘瓦平原 代表了大自然的意志 再见刘瓦夫人 我是狮王影视 下期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